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RARAYY 財經節目都是說多一次 2019年那些是黑暴 特區政府所有的長官都說是黑暴 那麼多人都被判暴動坐牢 如果不是叫黑暴是什麼呢 你不可以說財經節目就不能說黑暴 這是真真正正的黑暴 不要再說社會運動 錯的 OK 講完 這個真的一定要說得對 那始終是 不可能是說社會運動運什麼動 什麼叫專業一點 說黑暴就不專業嗎 如果說社會運動的新聞從業員才不專業 明明是所有特區政府的長官都告訴你 定性了做黑暴 你都還說不是黑暴 香港真的是開派對 為香港民主爭取什麼什麼 神經病啊 搞得香港爛了 是啊 對呀 不要說了 說回正經 我快要再說 其實你的想法呢 我非常贊成 其實當時也不怕說了 那我其實英國 袋了一整年 練班 那但是我就 我就沒有得很高調 一來資源 二來就其他原因 我就不可以很高調地搞這些 這些 channel 之類的東西 還有我自己也不斷地要想過將來 究竟是不是留在英國等等 所以我知道 其實如果我繼續在英國 我就一定會想找你一起去搞 但是不要緊 現在也有合作方法 也都很老實說 但是我希望跟曹家智 或者跟香港武格仔 我就希望可以有些固定合作的 嗯 因為我覺得這樣很好玩 還有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的初衷嘛 就是海外的香港人 怎樣繼續維繫那個動力 嗯 所以如果曹卿是ok的話 就是賞臉的話 那怎樣合作 怎樣想法 究竟是不是固定節目的話 那我們就 容後再談 這些想頭的事情 我對你很有信心的 OK 還有 說真的就是 大家這十年八年 竟然沒有什麼在網台合作過 其實但我有看這些東西的 那我覺得 就是我很欣賞你 就是你的營運能力 很難的 就是大家做了這麼多網台 說很多是天下無敵 真是落手落腳做 就是第二個說法 那曹家智就是一個落手落腳去做網台的人 那我覺得是值得 就是我就很想跟你繼續搞 也都希望呢 就 也都希望這件事情繼續搞越搞越好 也都需要這件事情 其實我是好養母食神你 所以想聽食神你有沒有可能 給我一個機會 或者 給我跟著你撿頭撿尾 托你這個街